和婚其实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做法,已延续几千年了,通常是拿着双方八字,到和婚师那里进行和婚。 如果八字和,则和活成功。 如果八字不和,恐有问题,可以防卫杜剑做到心中有数,有些婚礼专家仍可化解。 因此,通常和婚师,会给出八字不和的原因,并暴已轻重。 如双方坚持成婚,和婚师也会给一些趋级避凶的办法,并提示你要注意的方面,不管何与否,和婚师都会拆一个好日子,以达到趋级避凶之目的。 那么,为什么男女能通过和婚看出,是否彼此合适呢? 和婚有多种方法,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八字和婚。 八字是人的出生时间,它记录了人在出生时那一刻五行之气的状态。 五行之气,又是一种无形的生物气场。 世间万物均有气场,包括植物、动物乃至一个物体。 对于人而言,每个人的气场五行之气强弱,极均横堵不计相同。 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两个人,双方气场要发生作用,其作用结果,或有异或有所能等。 于是各自的命运轨迹,也就发生了或急或凶的变化。 但我们也要全面分析判断和看待和婚,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。 即使和婚结果不妙,只有两人感情很好,依然可以通过诸多化解,来达到趋利劈灾,和沐相伴。 反之,即使和婚结果较好,但是,家是夫妻二人的家,不注意彼此的沟通,彼此包容,不注意乌债风水的条理,因大怨和流年不同等。 那么,也可能会造成感情破裂,或年解体。 这一点很重要。 一般来说,八字和婚有以上好处,目的有利去及避凶,减轻个性,避免婚灾发生,彼此了解,增加夫妻缘分,才能家庭幸福,努力让家庭温暖,夫妻温馨,以增加彼此了解。 通过二人八字中,对为缘,婚姻次数,性格,脾气个性,是否疼爱爱人,是否情可,是否有婚灾,配偶性与夫妻宫是否稳定,婚后是否和睦,夫妻双方八字,如果能五行互补,弥补性格上的不足,就会让两人逐期交融。 比如一方八字中五行货较多,则性格上会偏激躁,心愿好胜,喜欢五行水来调补逆局。 假如另一方八字中五行水较多,或喜用神为水,所谓柔情似水,卦象上叫水火寂寂,则双方性格能很好的互补,平衡作用,有利于婚姻生活。 二避免大怨相悖。 夫妻双方八字中,涉及到婚姻感情如何,逐走的大怨不同,形式方式也会不同。 比如一人走正观大怨,做事喜欢规规矩矩,有条有理,而另一人走商观大怨,喜欢自由无拘束。 这样两人大怨相创刻,生活很容易会被盗而驰,难以和谐,可以通过命令老师给出的真业意见来进行改, 也可让你恋爱成功,让你俩婚姻赚好。 三,找对人和结婚流年。 对于男女双方来说,一要找对人,二要选对结婚日期,三要知道二染婚姻中基本情况,四要知道如何才能保证夫妻关系长久,象征对象的时尚备合。 被冲,或婚姻公不动,被合,都是不利于结婚的流年,很容易形成闪婚闪离的现象。 把自中男才欺欺,女官夫妻的出现,或婚姻公和冲动,往往是结婚的信息,选择这样的流年结婚,对于婚姻的稳定,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。 四,规避婚后离婚风险。 婚后生活是长期的,复杂的,多变的,会遇到若干跟你想不到的事,危机总会伴随着你。 敌意或婚姻在八字中往往有明显信息,找准这个信息的年份,多加注意防伴,消除隐患,或夫妻曾因缘,婚灾化解等,从心理上有所准备,都能很好地避免婚姻出现裂痕。 总的来说,八字合婚,是防伴婚姻不和谐的有效方法,如不和可规避彼此注意事项,婚灾化解,消除隐患,增加夫妻缘分,是从几千年人类夫妻生活中,总结出来总结出来的经验,有效地避免婚灾,的发生,承载的,是古人对美好婚姻的向往。 未婚者最佳合婚时期是多久? 未婚双方最好是在能和能三的策略之时,通过合婚从命理上去寻求双方今后的婚配是否适宜的答案。 生成八字合婚的目的和作用,就是一个利用命运规律去及避凶,改良婚姻运势。 命理上的选择和爱情上的选择,有时是不同步的,鱼和熊掌不能兼得,怎样取舍,就看当事人自己的决定了。 从这个意义上讲,还是要提醒各位婚姻,在一定程度上,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。 已婚者还可以合婚吗? 很多人认为,八字合婚是未婚之前,相亲找对象的重要参考,对于已经结婚的夫妻,可能用不到。 实际上远并非如此,八字合婚对于已婚的夫妻同样有用,已婚八字合婚,则重点分析两人的婚后生活,包括以下方面。 一,两人的八字匹配程度,分析两人的活摘年份,注意事项了和改善建议等。 婚灾表现形式,一,夫妻吵架,交兵,二,两边任何一方有灾或有病王景象。 三,离婚,分家,见不到面。 四,两边有一方有外遇等。 二,分析夫妻双方的流年大院,财运事业等。 夫妻二人互相影响,在看家庭的事业和财运等方面,用八字合婚分析,要比难看个人八字更加准确。 通过二人的八字分析,其大院流年大院是否适合投资、创业,其中是否顺利,以及盈利规模等,便于更好的把握时机,为与筹蒙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。 别忘了按赞哦。 médico的观看 3.000.000